新店长陈飞宇 哇 大家是不是已经评论已经爆了 是不是 那其实飞宇作为一名00后的这一个新生代实力演员啊 飞宇不仅颜值非常的高 在演绎道路上也非常非常的努力 凭借着最好的我们中于怀一角 获得了我们的东京电影节的金鹤奖的最佳新人奖 和最佳人气男演员奖 最近正在热播的天醒之路 也让我们看到了飞宇的演技上的不断的进步和突破 目前我们正在热拍的浩一行呢 也是深受网友和粉丝们的无限期待 如此优秀的这个青年今天做客在我们的直播间 所以下面就有请我们来 有请出我们的联合丽华洗衣品的代言人陈飞宇 好的 飞宇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京东奥庙新店长 今天非常开心和大家一起 来到这个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奥妙吸引力 然后呢也要让大家活出奥妙人生 是的 我们的飞宇真的太敬业了呢 一进入直播间就给奥妙做宣传 那么请问一下飞宇 您以前有使用过我们的奥妙的产品吗 当然用过 因为我选择一个代言之前肯定是要用过他的产品 因为我作为代言人必须要负责任 只有我用过了才知道这个产品有多好用 才会推荐给大家 然后我记得这个我从小就看过一个奥妙的广告 当时奥妙的广告投放特别大 所以说我每天几乎放学 回到家里看电视都会看到这个广告 我记得是一个小女孩 她平时吃东西也好啊 还是玩耍也好 就是把屋子弄在衣服上的时候 都会有一句广告语 就叫别担心有奥妙全自动 这样一句话 所以说我当时看完那个广告以后 就记忆特别深刻 直到现在有机会代言奥妙 自己都会想起原来看过的这个广告 是的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广告 别担心有奥妙全自动 真的非常的深入人心 其实我们现在奥妙发展到现在 已经不仅是有我们的喜业了 有非常多其他的产品 那菲宇您还有知道的吗 知道 因为我现在其实每天都在用我们的这个 奥妙三合一洗衣凝珠 给大家看一眼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洗衣凝珠它特别好用 因为它非常小 然后也非常便携 所以说平时洗衣服的话 把脏衣服往这个洗衣机里面一放 然后放这样小小的一颗 其实每天就洗衣服就非常方便了 是的 其实我们家的奥妙的三合一洗衣凝珠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 会发行我们的 菲宇的同款的超新旋礼盒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 三合一的这个洗衣凝珠 其实也是菲宇的同款 所以希望大家 好的 我来吧 这个包装很贴心 因为这上面写着远离儿童存放 对 它其实有一个同锁 对 我今天就了解到了 其实如果小朋友以为这是糖果的话 可能说 这个安全锁就很有用 对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奥妙三合一洗衣凝珠 因为这个它其实也 它颜值也很高 也很好看 对呀 对 它就是很像宝石的感觉 对 这个凝珠它好用的地方就在于说 它就像我刚刚说到 它很便携 然后它为什么是三合一呢 因为它有三种功效 它这三种功效 其实就是去字 除菌 然后还有护衣 这三种功效 是的 平时其实我每天就用 每天都用 对 脏衣服 其实用这个一洗 然后第二天就很方便 很柔顺 然后这个 还有香味 是的 味道很好闻 其实我给大家仔细说一下 像我们飞鱼的同款的 这个三合一的洗衣凝珠 它有三个颜色 像不知道飞鱼有没有遇到过 就是有的时候你洗完之后 你的衣服会很硬 就干 对 干了的时候就很硬 那其实就没有加柔顺 对 而且护衣 从护衣的角度上来看 其实洗完了以后 第一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就衣服会很柔顺 第二就是它的颜色不变 它的颜色 其实洗完以后 还是原本你刚刚买的那个颜色 那个样子 是的 还有就是有 我听说是有氨树味 对对 它是有氨树味的 对 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个香味 叫什么名字 但今天就了解到 其实这个叫氨树味 对 很好闻 非常好闻 对 所以呢 这个粉色的就是你有了 它之后我们还不用加柔顺剂了 它就可以直接让我们的衣服更柔软 而且它不仅是说 可以除去医制物的表面的细菌 它连医制物里面的纤维里面的细菌和满 它都可以除去掉 所以咱们穿在身上呢会更加的舒服 像家里面有婴幼儿的哈 咱们就我们拉肚子的大肠杆菌 或者说可能会导致于我们的这一个有肺炎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它是可以百分之百给杀死的 对 所以这个还有异菌的能力 就是洗完衣服之后我们还可以就是24小时后不生细菌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棒的一点 就绿色的这一个功效 那它其实还有蓝色的这个功效 这个蓝色呢就是它可以非常好的去污渍 那我不知道飞鱼喜不喜欢吃火锅 我超爱吃火锅 超级爱对不对 超级爱吃火锅 但是有时候吃火锅会弄得到处都是那个油 这个就是除菌 然后还去味儿 然后问题洗完了以后 你这个身上的火锅味就完全变成这个安数性味儿了 对 就是的 所以它还可以去那个油渍 就是不小心我们把那个火锅油弄到身上 或者说酱油啊 番茄酱呀 这些比较难洗的污渍 弄在身上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用它去掉 因为它其实可以非常轻松的去掉 百分之就是99个不同的难洗的 而且是200个小时以上的污渍 就你说你现在吃饭哈 不小心弄到衣服上了 但是不能马上去洗 对吧 那你第二天去洗的时候 它可能就洗不掉了 但是我们家这个它就不会 因为它是200个小时7天的污渍 它都是可以轻松的去去掉的 所以我们这个呢 就是非常推荐大家的 奥妙的三合一的这一个礼盒 而且我们的安树也是 非语最喜欢的一个味道是吧 对 因为我 我我其实一直就是对于香味 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但我今天就是长知识了 今天了解到这个味道叫安树味 然后其实我 我现在拿到手里也很香 就你不用把它拆开 但是现在拿到手里就已经有一点点余香了 对 你能够闻到它的那个洗衣的味道 其实你想象一下啊 你想象一下就是你洗了这一个衣服之后 我们会跟大家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重粉环节 那这个环节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我们会在直播间 来 呃 我们会在直播间 给大家分享 我们会在直播间随机的来飞语啊 来翻牌一些姐妹的祝福 所以你们现在赶紧想把那个对飞语说的话 或者说想给飞语说的什么祝福 咱们就赶紧在直播间啊 弹幕那个弹幕送起来 大家想说的我都能听到 我都能看到 所以说我会随机的选择一些 大家的这个祝福或者是评论 然后我来多选一选 呃 有的朋友问我说非于洗衣服吗 我其实平时是挺爱做家务 然后也比较呃 就是对于护理衣服这方面是比较有研究的 然后同时也是比较 这是我的一个爱好吧 就是打扫卫生啊 然后让自己随时保持清洁这样 所以说还是推荐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呃这个奥妙三合一 洗衣凝珠 这个真的非常好用 主要非常方便 就是可能呃我们的前辈吧 前辈可能父辈啊 然后就爸爸妈妈会说 我们说你们一点生活能力都没有啊 或者说你们平时自己不会手洗衣服啊 但是有了这个以后 其实就特别方便 就可以把这个直接就放进洗衣机里面 然后叫叫叫叫叫叫 所以说这个就非常方便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赶快去下单 赶快去买 因为买完这个以后 会给你洗衣服这件事情上省很多时间 是的 对 那咱们再翻一些 好的 嗯 大家问我说 说我上次吃火锅是什么时候 上次吃火锅可能 可能最近就会跟呃 顺便小伙伴一起去吃火锅 然后拍戏的时候有吃过吗 拍戏的时候一般其实没有 因为每天拍摄进度都很紧张 然后每天拍摄的量也非常大 嗯 所以说其实也就是休息的时候 难得有休息一天的话 就会去吃一次火锅 嗯 穿火锅也得洗衣服 对吧 大家 我相信 我相信大家肯定都非常爱吃火锅 所以说吃完火锅 用一个这个 就非常管用 是的 嗯 嗯 我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代言 大家 说代言的事情 我说错 大家说 问我拍戏还顺利吗 拍戏挺顺利的 就是最近 呃 在拍摄的 这部电视剧 首先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嗯 然后同时其实也非常享受这个拍摄的过程 啊 然后每天 虽然有那么一丢丢辛苦 但是 还是可以 就是每天还是可以休息的很好 然后 每天还是要洗衣服 嗯 对吧 因为夏天嘛 很热 对吧 在横店 夏天很热 就是其实平时 呃 出门啊 就会出很多汗 出很多汗的话 然后再加上再去 比如说吃个火锅 吃个饭 然后平时把衣服弄脏了 其实回去 都要把这些脏的衣物 都要处理一下 嗯 所以还是向大家推荐这个洗衣宁珠 三合一洗衣宁珠 对 非常方便 然后又非常好用 是的 对 大家说我是娱乐圈家务第一名 这个不敢当啊 这个不敢当 但是确实是挺爱做家务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 呃 平时我就做家务 我就洗衣服也是一部分吧 对 平时我经常帮我妈妈去看洗衣机里面的衣服 然后他有的时候可能不在家的时候 我也会把脏衣服都收拢 然后一起放在洗衣机里面 放一个洗衣宁珠 放一个洗衣宁珠 然后 其实很简单 对 对 其实我们家人都挺爱用奥妙的产品 然后呢 其实 其实我们洗衣服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对 对 特别是用我们家的奥妙 对 它能够很简单 其实我 我发现我每次用完洗衣宁珠 洗完衣服以后啊 第二天 就把洗完的衣服拿出来 晾它 然后再晒它 然后再穿它 就可以了 所以说 呃 这个还是非常好用的 是的 嗯 我们下一位 嗯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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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问我 说我的腿好一点吗 对 前两天拍戏 前两天拍戏 就是 呃 由于一个动作 然后就没做好 就不小心把那些脚 扭到了 对 但现在已经好多了 谢谢大家关心 一定要注意一下身体 嗯 会的 对 其实 呃 其实是这样的 我最近因为一直在横电拍戏 嗯 然后在横电拍戏的过程 就发现 其实洗完衣服 如果衣服是湿热的话 因为横电本来它的呃 天气就比较潮湿 嗯 然后呢 其实 有些比如说 洗完的衣服啊 晾完以后 可能会有一点点潮湿的那种味道 嗯 但是其实用完这个洗衣凝珠以后 还真的没有这个味道 然后你的衣柜 它可以除菌嘛 对 我的衣柜里现在 其实都是这个安属香味 那很好闻 对对对 嗯 对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 说这个 要不要让我解释一下 昨天在绿洲 发了一张图 这张图其实就是 呃 我平时就比较爱拍糊涂 我觉得糊涂对于我来说是 怎么说呢 比较抽象 然后整个我觉得艺术氛围比较强 嗯 因为我平时也自己比较喜欢用闪光灯啊 然后用呃 胶选相机啊 胶片机 然后去拍一些呃 比较糊的图 因为我觉得糊的图呃 呃 在抽象的同时 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想象空间吧 嗯 对 嗯 对 有一位朋友说说放入水中 洗 洗完衣服以后晾干就即可嘛 嗯 答案是对的 就是 它不需要剪嗯 对 因为我们这个是呃 直接融化的 就是在水里面直接就融化了它 因为我们这是日本进口的 这一个外面的这个包衣 所以它是直接浴水就融化了 对的 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 然后非常的轻薄 非常的便携 嗯 对 然后 是太多了吗 真的挺多的 其实就都说我可能是 一直在拍糊涂 对 然后 然后大家说糊涂 不方便 他们修 哈哈 不方便他们修 让你拍一点高清的吗 对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下半年有什么计划 下半年的计划其实 也一直就是要在剧组里拍戏 首先要把这部戏拍好 然后 后面的计划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作计划 然后就是 安心的 专心的 在组里好好拍戏 然后 其实每天就是拍戏 然后回去洗洗衣服 干净还是很重要的 对 基本上 对 你看一下还有没有需要回答的问题 嗯 大家其实都是 好像已经去下单了 大家已经去下单了 挺好的 这个真的很好用 在推荐 是的 因为确实非常好用 所以说我才 我才推荐 我才推荐 这个宁珠 嗯 对 然后 我看大家其实 问的 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觉得 对 所以刚被 飞鱼翻牌的小宝宝们 是不是心里面 哎呦 好开心 那其实 平时呢 萌萌军 其实我也 比较了解 飞鱼平时很忙 那其实有的时候 在 剧组忙完了之后呢 咱们回酒店呢 你还会做家务 洗衣服吗 嗯 会的 会的 就像我刚刚说到 其实每天的拍摄进度 都非常紧张 然后回到酒店 酒店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疲惫了 是的 但是 脏衣服总是要洗嘛 每天回到酒店 其实 就是把脏衣服一脱 然后往洗衣器里放 然后最主要的 就是放一个这个 三合一 洗衣灵珠 是的 对 这个其实 是我们家 飞鱼同款的 这一个 三合一的 这个洗衣灵珠 那这个 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 京东超新旋礼盒 对 这个是限量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 他说 哎呀 我也想要 get到飞鱼的同款 也想要买 这个三合一的洗衣灵珠 咱们就可以来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超新旋礼盒 因为它是限量的 可能后面你买 它就没有了 所以咱们现在就赶紧点到 我们家这个16号里面 去拍一下 我们这个啊 然后现在我们 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第三波福利 就是我们的 飞鱼同款的 这一个新店长限量礼盒 我们这个礼盒呢 是京东超新旋礼盒啊 所以呢 我们现在也是有请飞鱼来给大家开个箱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礼盒的 对 这一个里面是什么 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这个礼盒确实是挺特别的啊 因为我自己平时买的时候 也不是这个包装 对 这是一个限量的 反过来 然后这边其实有一个 有一张我的图片 有一张我的图片 然后上面其实就写的是 京东618 17年周年庆 新店长限量礼盒 也就是我的通款礼盒 然后现在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其实我了解到 其实这个里面就是 有我每天在用的 哇 这里面其实就是三合我们的 这一个三合 三合一的洗衣灵珠 对 让我打开一下 哇 洗衣灵珠 对 因为这个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这三种功项呢 就是去字 储君 然后还有护衣 对 所以说基本上 如果你买一件新衣服 你特别喜欢的话 不想把它洗坏 然后也想让它有香味的话 其实就用这个洗衣灵珠 就非常好用 主要是护衣 我觉得其实是一件 挺重要的事情 因为就像我有的时候买衣服 有时候买衣服 有 比如说因为我 比较高 所以说有的时候买衣服 就不太容易能买到 买到合适的 所以说我喜欢的衣服 我买了以后 我肯定会非常 比较爱惜它 对 比较爱惜它 会比较注重它的 这个护衣这个环节 所以说我 基本上我用这个以后 我自己就不会担心说 衣服被洗坏呀 或者会洗褪色呀 或者是洗完以后 还会有异味 是的 所以这款的话 大家可以去get到一下 我们的飞鱼的同款 那我们的这个礼盒呢 我们是在今天直播间的 第15号 一个价格 就我们平时 不是这个价格都有 我们直播专想的价格呢 是99块9 而且宝宝们 前1000名下单的 还第二件半价 所以咱们现在 不要犹豫直接拍两套 好不好 99块9的 这一个限时的一个价格 加前1000名第二套半价 所以我们这个京东 超新选礼盒15号 就真的非常非常的 推荐大家 就这个味道的话 其实也是飞鱼 特别喜欢的 这一个安树味 对 所以大家喜欢 变成香香的女孩的 都可以用我们家的这一款 或者是男孩 男孩也可以像 男孩平时身上有安树味 也是很好的 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家的这一颗 三合一的血液灵珠 它其实是可以非常好的 99的除满除菌 99.9% 它几乎就把我们生活中 包含的所有的细菌 它都可以去除掉 而且它是很天然的 就是不添加我们的 这一个荧光剂 不添加我们的增白剂 所以像我们家里面的 一些婴幼儿的衣服 它都可以洗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宝妈 给自己的孩子 去洗衣服的话 就是比较谨慎 因为小朋友是皮肤 比较脆弱的嘛 那我们家这一个 三合一的洗液灵珠 你就可以放心的用 因为我们这是 源自天然的酵素 天然的 99%的一个除菌的能力 它其实可以非常好的 200个小时 可以去我们的污渍 对它除了除菌以外 我们还可以去去自 所以有的时候 像飞鱼喜欢吃的火锅 不小心咱们弄到油 或者说啥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用我们家的 三合一洗液灵珠 它是可以帮我们去自的 那我们其实除了去自和去菌以外 我们还有含的有金纺的 这一个芳心的这个精华 它是可以帮我们互衣互色的 所以刚刚飞鱼也讲的 就是衣服的一个爱惜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衣服 一定要柔软 不要说洗了洗了变形呢 对不对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家的 奥妙三合一的这一款呢 就是可以让大家 得衣服洗几次 也可以像新的一样 不会说变形啊 不会说这个褪色啊 这些你们都不用去烦恼 所以15号的这一个 那飞鱼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这一个618的这一个 飞鱼同款的啊 京东超新旋礼盒 它这里面含的有三三合 奥妙三合一的洗衣灵珠 它就大家就赶紧去拍 在我们这边15号15号15号啊 给大家重点给大家强调一下 直接点进去拍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这个是限量的 所以的话 直播间的宝宝们先到先得 好不好 15号点进去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的飞鱼同款 京东超新旋礼盒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点赞到 127万了 那我们等一会儿哈 点赞到150万的时候 还会给大家送下一波的福利 而且下一波福利非常的好 我相信直播间小仙女们 一定想要得到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帮主播分享出去 然后让更多的小伙伴 进直播间点赞 然后呢分享 然后我们等一下150万的时候 就给大家第三轮的福利放送哈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感受一下我们家这一个15号 对 我还是得说一句啊 就是跟我一起活出奥妙人生 就是用奥妙的这个产品 三合一的这一个洗衣灵珠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抢一抢哦 抢一抢 其实萌萌君自己的话 我就是非常的推荐大家的 因为这个有那个天然的教素嘛 而且我们这里面还有那个抗那个抗污渍的这个因子 所以你的衣服不断的去用它洗之后 它其实抗污 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有了解到说 今天呃呃对 呃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有了解到 今天和飞宇要一起来做这个直播活动 所以呢我在嗯 之前呢去呃收集了一些粉丝朋友们 想要去问飞宇的一些问题 嗯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我们有哪些问题吧 好的 第一个问题就说呃有很多粉丝说 嗯嗯是什么时候喜欢上表演的啊 啊踏上演绎的道路的呢 其实我最近 其实今天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也挺开心的 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想那个问题 就是我到底是究竟是什么时候热爱上表演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应该是从小吧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 虽然性格很内向 但是我自己认为还是比较调皮的一个孩子 比较怎么说呢 因为我比较调皮就体现在 我经常爱模仿身边的人 亲朋好友啊 家人啊 或者我自己喜欢的人 经常会模仿 从小就有表演的欲望是吧 对 其实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 他一定要具备好的观察能力 我觉得就是观察生活也是对于演员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我自己觉得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观察人 各种各样的人 然后也会喜欢观察我身边的我身边的朋友 然后观察我的父母 观察我的哥哥爷爷奶奶等等 所以说其实要说喜欢表演可能是从小吧 我是从小才开始培养对表演的兴趣 然后直到现在我真正进入了正式进入这个行业以后 才真正体会到说做一个演员 他的艰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作为一个演员 你要怎么样对角色 然后还有这个设置组负责任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段时间来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吧 就是自己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是从什么时候真正开始热爱表演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看得出来飞宇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那其实飞宇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最近拍戏啊 或者以前拍戏 有一些比较难忘的经历啊 或者一些比较特别的经历 可以跟他分享一下 其实我作为一个演员 我的阅历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我去过很多非常远的地方去拍戏 比如说我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新疆差不多 在新疆待了得有两个半月 将近三个月左右 那个时候其实我才17岁 然后对于表演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 我也是一个不能再新的一个新人演员了 但是当时其实对于我来说去新疆那么久 是一种历练 也是一种学习 然后同时也是坚定我做演员这颗新的这样一段旅程 对于我来说 再包括其实去年我大概是在四月份左右 也去到了敦煌 我觉得敦煌是一个非常奇妙 且景色非常 景色非常壮观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名演员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一辈子能去像敦煌这样的地方去拍一部戏 不管时间长短 我都觉得是一次非常好的经历 是的 因为我觉得去外景地拍戏 其实真正的可以帮助到演员 真的去进入角色 然后去相信你所处的环境 就是剧本中所描写的环境 对 所以其实我也听得出来 飞鱼走了这么多地方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其实像现在在横店拍戏 就是这个天气 六月份非常的热 那基本上咱们是拍古装戏的话 对穿的又很厚 那衣服如果就是湿了之后呢 咱们一般说像回酒店呀 或者说咱们是如何去护理我们的这个衣服的呢 就是咱们洗衣服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个需求 或者说 其实我刚才就说到 其实我对护理衣服的要求还是有的 但是我没有 其实没有那么的严格吧 我就是希望我自己洗穿的衣服 第一不能褪色 第二就是一定要有香味 第三就是它一定是要柔顺的 所以说其实我每天回到酒店洗完衣服以后 其实都是用奥妙三合衣洗衣凝珠 这个凝珠其实确实是可以帮助我实现 我对护医这方面的所有的要求 所以说这个也非常好用 这个也非常的便携 非常方便 然后其实奥妙也主打去99种屋子 去这99种屋子 其实基本上如果你沾到了不干净的东西在衣服上 不管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都能洗掉 所以说确实它的去字能力 去菌能力 非常的强 还有柔顺能力 非常的非常的强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这个菲语和奥妙真的是命中注定的这样的一个缘分 所以其实我也是有一个疑惑的点 我就是在想就是我们奥 菲语为什么说会代言奥妙 就是为什么会接下奥妙的这个代言 或者说你觉得奥妙是和自身的这个生活态度有什么比较相似的地方吗 或者之类的 我觉得奥妙这个品牌的品牌理念和我自己的价值观非常契合 怎么说呢 其实活出奥妙人生这句话 我觉得并非一句空言吧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有意义的 就是人的一生 我自己觉得一定要过得精彩 一定要过得有意义 然后一定要把自己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活满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人的一个目标吧 对于自己的要求 所以说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大胆尝试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只要是不违法 然后不违反 不违反我们的价值观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勇敢去挑战自己 有冒险精神 对有冒险精神 所以说我觉得活出奥妙人生 就是活出精彩人生对于我来说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就当每一个人会努力的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的生活精彩的时候呢 其实他就真的是勇敢的在做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其实也是我们奥妙给大家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吧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去get到一下 然后我们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产品 飞鱼跟大家分享到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奥妙三合一的这个洗衣灵珠 所以这个地方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家的15号的这个京东超新选的这个礼盒 咱们就一定要去下单 因为这一款的话也就是飞鱼的同款的 这一个飞鱼特别喜欢的鞍树味的这样的一个三合一的洗衣灵珠 我们的这个超新选礼盒里面 一共是有三合这一个三合一的这个灵珠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活动力度真的非常的大 它才99块钱一盒 而且我们前一千名还第二盒半价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 其实我看到好多粉丝说飞鱼买了好多了 是吧 所以其实有没有说 我看到很多粉丝在问说 我们在拍这个新戏浩一行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虽然剧情不能跟大家举套 但是其实遇到好玩的事情还是挺多的 就是平时其实在剧组和剧组的小伙伴 其实就是挺非常非常聊得来 很嗨 对 觉得非常投缘 就是自己和自己的角色 其实也非常契合 我觉得这是一个 慢慢的去创造角色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的这部剧里面的 人物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然后每一个人物的多面性也比较多 所以说平时大家在这个拍戏期间 其实也经常会就是多多讨论互相的角色 然后包括人物关系的递进 这方面 其实大家更多还是聊戏 但是平时我们私下在组里 我们演员 然后小伙伴们其实也是非常投缘 非常聊得来的 其实有没有一些什么 就是私下演员的比较特别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说 比较想要去知道 没关系 就随便聊一聊就行了 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平时大家都很爱唱歌 这个是我们剧组比较特别的一点 因为我唱歌 我唱歌是一般般 但是我们组里有唱歌非常好的演员 然后他们其实就经常会 比如说有些演员就会唱我的歌 然后我就会回唱他们的歌 然后大家就其实在一起就很开心 然后也会其实讨论到自己平时的一些爱好 然后包括我们组里演员也会做饭 然后平时比如说 昨天就剧组一个演员 给我们在现场做了烤冷面 好吃吗 非常好吃 其实他我觉得他应该转行了 他是一个被烤冷面生意所耽误的一个演员 然后其实在组里大家还是很融洽 大家其实也是非常有默契 然后在遇到拍重场戏的时候 其实大家非常有默契的同时 也可以好好地配合对方 这个就是我觉得剧组和剧组中间演 演职人员需要培养的信任和默契 其实我看到就是还还蛮多粉丝 在说你们刚刚在剧组聊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 废语有没有什么比较 比较可以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兴趣爱好呢 就是自己平时比较喜欢玩的一些 我的兴趣爱好其实都是正常人的兴趣爱好 就是我的兴趣爱好可能就是弹弹吉他 因为平时在剧组里面嘛 其实在剧组其实就把把剧组的房间当成自己第二个家了 所以说肯定啊 这个房间要布置的非常舒服 其实就是平时就弹弹吉他 然后听听音乐 然后其实更多还是研究剧本 因为我们这个戏的台词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吗 台词太多了 就是每天有配不完的词 拍不完的戏 所以说确实就是 平时如果要论兴趣爱好的话 其实就是唱唱歌 然后弹弹吉他 然后和大家聊聊天 给大家做做吃的 我们私下也会一起和剧组的小伙伴们一起出去 比如吃个火锅 当然了 然后他们 这个会 我今天做完这个直播 他们现在就要下单去买 要不然就绝交 所有人必须买他 对对 就是买他 必须买他 所以其实我们有了解到 就是飞宇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努力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啊 就要认真的拍戏 又能做好我们的这个家务啊 好好的洗衣服 其实我觉得我们飞宇真的是 嗯 非常的努力啊 非常的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呃 男生 所以大家可以去多多的支持一下我们家的飞宇 那我们现在看到已经点赞到198万呢 哇塞 那我们现在就都都150万的时候都忘记提醒我给大家抽奖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福利就来了哦 啊 我们现在福利就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给大家送什么呢 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当当当当 来飞宇拿着啊 这是我们飞宇的亲笔签名的明信片 我的妈呀 这个想不想要 想不想样 疯不疯狂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哈 在直播间下单啊 宝宝们 在直播间的公屏啊 输入奥妙买买买买 加自己的手机号码 啊 啊 我们随机截图抽十位宝宝 送我们的奥妙的这一呃送我们的飞宇的这一个亲笔签名的明信片 那我们等一下也还是让飞宇来截图哈 所以你们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一定要啊关注一下奥妙的京东自营旗舰店 然后分享一下直播在直播间帮主播多点赞点赞点赞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开始给大家抽奖了 对一定要加自己的那个手机号码啊 咱们那个号码不要错了 因为后后期的那个工作人员不好联系大家 所以你们一定要呃正确的输入 对我们现在来倒计时 给大家我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怎么怎么抽啊 就是随机截屏 然后截到的前两位完整ID的粉丝宝宝 是我们的中奖的幸运儿 我们会给大家多抽几瓶的 因为这样子大家的中奖的几率能高一点吗 对我们每一次抽两位 然后抽五轮好不好 对买买买 是的一定要加自己手机号码 来飞鱼来截吧 这两遍这样截图 五下倒计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好了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是哪些宝宝这么的幸运啊 萌萌军真太羡慕你们了 爸这也 我看一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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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念一下就是前两位 就每一张截图的前两位 好 嗯 我其实非常讨厌这种 只有字母 那我来吧 只有只有字母的 因为这个发不出来音 你就念L I L I R L F B T C QQ G A 够复杂的 够复杂的 对 然后还有 支支 西西 还有一个是 JD 下滑线 135 953 RIH 然后还有西盘梁 嗯 恭喜这些宝宝 恭喜这些朋友 然后还有宁小 披萨 然后还有就是叫 Sakura Less 就是S A K U R A L E S S 还有就是 星期一 下滑线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叫 不要再花钱 辣 辣是这个 辣椒的辣 好 还有就是爱福宝00 JD 下滑线 178513 DJW 好了 以下就是 就是这十位 对 太幸运了吧 今天我们这十位的这个中奖儿 我们就等那个工作人员 今天晚上来联系大家哈 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了解一下 我们直播间的这一些呃 这些产品然后去给得到我们家飞鱼的同款 那我们这十张明信片呢就送给以下获奖的这几位宝宝哈 今天晚上可能高兴都睡不着觉了哈 所以大家可以来一一定要关注然后帮主播那个点赞分享 因为我们这才是我们的这个呃这第四波福利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福利哦 所以宝宝们已经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一些呃 你和啊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那个飞鱼的同款 其实的话呃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后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再再一波福利也是我们的最好的一波福利 所以大家不要走开直播间 那我们现在跟飞鱼来呃来聊一下我们的这一些奥妙的这一些产品吧 就是我们在呃就是您平时在就是拍完戏之后在酒店使用它的时候 嗯就使用它有没有什么感觉呢 就是它的便携性啊或者说它的啊你平时是怎么使用它 你可以把那个步骤给大家说一下 对其实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我每天脱下来脏衣服 然后把脏衣服放在洗衣机里面 嗯其实拿出这样一个三合一洗衣凝珠 其实就把它放到洗衣机里面 然后调水位啊等等啊 然后包括力度 洗完以后然后第二天把衣服拿出来 第一这个衣服因为我已经说过非常多次了 就是它因为它很柔顺 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 嗯你就可以闻到一股安树味 这个安树味其实是一种 嗯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 一种非常清香的味道 清香 但是因为是植物的嘛 对你闻多了也不会腻 所以说这种味道我自己真的还挺喜欢 然后主要是身上有香味 然后有芬香的味道就比较有气质 可能给人带来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它我觉得最大的体验就是 有些衣服我平时可能 比如说用香皂洗啊这些 其实手洗衣服的时候难免会洗不干净 对 然后你其实肉眼不可见的那些细菌可能洗不掉 但是这个绝对是可以把你衣服上99% 甚至更多的细菌都给带走 是的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它有一个固定的这个量 就有的时候你洗衣服的时候 你不知道加多少洗液 这个是非常就是麻烦的一件事情 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的小表弟啊 之前我妈妈让我的小表弟说 哎帮我洗一下衣服吧怎么样 还是好呀 然后在那个加了好多好多洗液 然后最后就完全没有把那个洗干净 所以这个的话就对于像我们这样子的00后或者90后 我们不太会做家务的小伙伴也可以用它 对不对 平时一颗就能够去洗四公斤的这个衣服 就是像平时我们可以去洗到十件左右啊 就是夏天可以洗到十件左右的衣服用它 所以这个也是萌萌军超级超级推荐 也是飞语超级推荐大家的啊 咱们这个今天在直播间啊 在618期间我们的这一个超新选礼盒呢 在我们直播间的15号 咱们可以去下单 get到我们的飞语的同款的这一些三合一的洗衣灵珠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三合一的洗衣灵珠哈 它比普通的洗衣也会方便很多 因为小巧嘛 看像我们直播间这一些都很大一桶 其实飞语是不太好携带在剧组 对 可能这个是我妈妈比较喜欢用的那种 因为她平时洗衣服 因为我也会把这个推荐给我家人 因为这个确实 因为它有定量 而且它每一种功效 其实它非常明显 而且它是透明包装的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面一点杂质都没有 是的 像宝石一样 对 像宝石的颜色一样 然后其实它的颜值也很高 所以说我觉得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也从小到大 其实一直我们家也用奥妙的产品 所以说也可以看到说奥妙 这么多年来它的进步 然后还有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的产品 各种功能还有便携性 其实也越来越好 是的 所以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我们家这个 而且其实我觉得 这个好的一点 它是不添加荧光剂的 这个很重要 就是其实现在可能你们有的 用到不太好的洗液 它可能会添加荧光剂 其实荧光剂在那个衣服上残留的话 其实会伤害皮肤 对 特别是婴幼儿 小朋友可能会过敏 对 皮肤可能会泛红过敏 但是我们家这一款它不会 因为它是不加荧光剂 不加增白剂 所以这款是非常的安全的 而且我们这里面呢 是日本进口的水溶膜 就是它这个膜是不用剪掉的 就飞鱼平时就直接扔进去就对了 是吧 没错 就直接扔进去 它就可以洗我们的衣服了 所以它是非常简单便携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 对 对 然后呢 这是我们家的这一个 奥妙的三合一的洗衣明珠 那其实我看到 直播间有非常多粉丝宝宝 有在问飞鱼说 接下来对未来的一些打算 您可以在直播间说一下 对 其实 我其实一般在采访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说到 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我做演员 其实就是为了演戏 其实为了给 就是全国甚至全世界的 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提供 就是呈现更好的作品 呈现多元化的角色 因为我现在在拍这部戏 其实它对于 我认为对于我们剧组 每一位的演员的要求 都非常的高 然后要求我们演员 要有自己最基本的自律 然后就是包括 对于角色的尊重 对于角色的热爱 其实我觉得 现在我拍这部戏 也是一次锻炼 也是非常长功力的一件事情 然后其实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 都是一个机遇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 跟演员肯定都是 有缘分的才会遇到 其实我希望 我自己以后接的角色 是可以是比较复杂 比较多元化 甚至跟我自己的形象 会有一些出入的 这样的角色 对 因为我自己觉得 就是 我觉得人生经历 对于演员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有很多演员 前辈老师 其实都跟我说 你们现在还年轻 就是你们现在的人生阅历 可能积累的 还没有那么多 我觉得和我说这些话 老师们说得非常在理 说得也非常都对 因为我觉得 就是人生经历 是带不走的 我觉得对于人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他们自己的经历 都是带不走的 我们日常做的事情 然后生活中做的事情 其实就可以直接反映 在我们的工作中 所以说我们平时 作为演员来说 我们也非常需要去 积累非常多的生活经验 是的 生活经验 对 是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像我们奥妙的 这一个说 活出更精彩的奥妙人生一样 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人生 过得丰富一点 对 精彩一点 让我们就更有 那个奥妙的人生 对吧 但是有一句话 我记得是 就是因为 对于洗户产品来说 就是洗得掉的 屋子的 然后是带不走的人生经历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其实就是所谓 奥妙的奥妙人生 我觉得这个就是奥妙 奥妙 其实这个词 对于我来说 就是挺妙的 我自己觉得 就是它 它这两个字 其实融合在一起 就代表着精彩的人生 是的 所以大家在直播间赶紧下单 我们的飞鱼的同款 Gate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精彩人生 Gate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奥妙 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多看一下 我们直播间的21号 15号 飞鱼的同款的这样的一个京东超新旋利盒 那接下来呢 我看一下 我们点赞已经240多万了 所以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来放送最后一波福利 那这个福利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我们家飞鱼的同款周边 哇 是不是很可爱 这个我都没有 对 这个超级可爱的 这个我都没有 给大家再看一眼 这是我们的飞鱼的卡通形象 这是一个T恤 然后还有一个 咱们宝藏女孩一定要有的一个手提 手提包 手提包 手提包其实非常实用 是的 这个很大的 其实像我们直播间的小姐姐都可以装一些书呀 装一些我们的平时要用的这一些东西 装一个我们的这个灵珠进去 可以装很多 对 可以装很多我的灵珠进去 那这个的话我们今天可爱想要 对不对 好可爱 那我们现在就要干嘛呢 分享一下直播 关注一下直播间 购买一下我们家15号的产品 要买买买 加自己的手机号码 我们飞鱼呢 会在直播间随机的给大家截图啊 截图送什么呢 就是送我们的这个周边 但我们其实今天截图会截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直播间打那个这个 这个多多打一下我们的弹幕啊 我们今天会先来10个吧 啊 我们本来有20个了 我们先来10个啊 给大家小小的预热一下嘛 不然的话 等一下说啊 20个一起玩呢 我就没有到啊 没有抽到 那我们先来10个对吧 给没有抽到的小伙伴再一点机会 好的 你来倒计时吧直接 好 嗯 大家赶紧来 5 4 3 2 1 来 抽了几张呢 抽了四张 好的 再来一张吧 再来一张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几位宝宝 天哪 这个这么可爱 那么kawaii的周边就要免费送给你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飞鱼来给大家念一下吧 我们还是前两位 还是前两位 JD下华线157331VKB 第二个我喜欢 第二个是火锅遇上麻将 你是吃火锅特别喜欢麻将吗 对 是的 诗签小可奈 朗朗爱萍萍 好的 好 JD下华线6CC6A264D4978 然后是溶纸 嗯 然后这个是陈飞鱼铁血正苏粉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铁血正苏粉 然后还有007号Arthur星球 啊 这个 我先念这个 就是小黑求耶 然后最后这个idea有意思了 为什么有意思呢 因为最后一个idea叫我是除婉宁 除婉宁 除婉宁就是 嗯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 就除婉宁就是浩宜行这部电视剧里面 卢文旭老师 呃这个扮演的那个角色 就叫除婉宁 嗯 对 其实大家还对我们的浩宜行 非常的期待 哈 对 那其实对于我们上一个作品的那个天醒之路 嗯 有没有就是咱们拍这一部戏的时候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啊 印象深刻的事情其实有很多 然后也有很多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一般演员呢 我觉得记住了可能都是自己 呃 天醒之路的拍摄也是在横天完成的 嗯 然后当时其实就要求我拍一场 呃 下水的戏 下一个池塘的一场戏 冬天很冷 冬天非常冷 然后呢 我当天其实还要手上和脚上都绑着铁链子 嗯 然后去下水去历练这样的一场戏 嗯 然后我就记得我当时其实花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嗯 就非常抱歉 当时非常惭愧让他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导演 然后在现场等了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就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呢 是因为我当时感受到就是我的皮肤浸泡到水里 嗯 就是每一毫米每厘米 其实都是很横的 刺痛 刺痛的 就是我 其实我对对于就是拍戏中的挑战 其实就是没有怕过 自己没有畏惧过 嗯 但是确实拍那场戏 拍完以后 我自己还是想想还是挺后怕的 嗯 因为当天确实我第一次下水的时候 嗯 我其实没什么感觉 嗯 除了我感觉我自己的肺要炸开了 我觉得自己 水压太深了吗 对 是水温太凉了 哦 哦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冰已经 已经就是这个水 对 这个水温 我已经能感觉到 它是零下的水 所以说它这个零下 摄氏度以下的水 就是能让我的肺就完全痛解住 我当时其实拍这场戏的时候 我记得也做了很多心理建设 然后也做了非常 也鼓起了勇气 然后 其实同俗的演员也都在鼓励我 嗯 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经历其实是好的 很难能保贵的 对 是难能保贵的 是是非常 也是非常难忘的 就是拍完这部戏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其他做其他职业都换不来的一个经历 对 因为你想一部戏已经两年了 然后现在你还能记起来这一个经历 对 其实是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能够让你的 这一个 就让 让你的这一个 经历更加丰富一点 其实对我们以后的演戏啊 或者怎么样的都会更加的 能够让你比较好的去找那个角色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最后的十多分钟 我们把最后一波福利给大家送了吧 好呀 对啊 因为我们刚刚是给大家分享了十位宝宝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啊 宝宝们赶紧的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15号 21号或者说17 18号的这一些我们的飞鱼同款 然后呢 下单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会给大家送的 我们飞鱼的卡哇伊的这一个漫画的那个卡通形象的这个周边 我们现在呢 还是会分享十位宝宝来送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直播间回复奥妙买买买买 加自己的手机号码 这是最后一轮呢 所以宝宝们啊 现在赶紧来啊那个弹弹一下我们的那个弹幕 所以呢 这一轮如果抽不到的话就母有了哟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多弹一下哈 多弹一下 来我们现在来倒计时吧 来飞鱼来倒计时 我来截图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好的 再来我们五秒吧 五秒 五四三二一 好的再来 好 五四三二一 好的 五四三二一 最后一张呢 五四三一 这个真的是 我们来看一下 是哪几位宝宝中奖的呢 最后的这个幸运儿啊 这个叫奥妙 呃呃不对 是什么 茶餐厅哪个波罗包啊 恭喜你 然后还有那个 叫water sandy 哦对 恭喜你中奖了 然后这一个是15 京东下滑线 151843 43dxk 对 还有一个 软软绵绵 软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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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软绵 绵绵绵 软绵绵绵 然后下一位是 京东下滑线 Coco Coco and Nora 对 下一位是 尘埃里开花 然后 好了 没有了 就是以上的这几位宝宝 恭喜你们 获得了我们的 飞鱼的这一个周边 然后呢 我们就工作人员呢 会在七个工作日 给大家那个发出 那我们最后呢 其实给大家提醒一下 我们现在呢 飞鱼呢 也是我们的京东新店长嘛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京东超市的超新旋绵盒 这个呢 是在我们直播间的15号 对 我们这是飞鱼同款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上面有我们的飞鱼的一个 这一个照片在上面 这个是限量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点到 我们的15号里面 去来了解一下 我们家飞鱼的同款的这一款15号 这个产品啊 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一款的优惠 它的原价是100多的 现在只要99块9啊 99块9 咱们就可以买到我们飞鱼的 这一个同款的产品呢 那我们现在呢 直播到现在哈 呃 我们也是到这个地方就要告一段落了 嗯 今天就非常的开心啊 我们的飞鱼能够做客 我们的京东 奥妙的这样的一个超新选的这个直播 嗯 飞鱼就跟大家说再见呢 好 今天非常开心 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么多奥妙的 好用的产品 然后我还是要说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活出奥妙人生 大家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你 那我明天早上一早的戏 然后我就先 好的 先去背词了 好的 好的 嗯 飞鱼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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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好的 那我们现在